大家好,4月14號,安播足球快訊 川崎前鋒恭候衛山現代 來到星期五下午,亞冠聯分組賽東亞區開打 其中I組上演重頭戲,川崎前鋒將主場迎戰衛山現代 由於I組的廣州隊近來負面較多,而遊伐DT同組實力最弱 剩下川崎前鋒和衛山現代幹維出線熱門的隊伍 兩隊實力可謂不相伯仲,大家似手戰肯有可能和氣收場 另外M直播屆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儘管川崎前鋒近年來在日本國內隻手遮天 但在亞冠聯賽場上卻先有作為 他們此前四屆亞冠聯都只有上屆濟身淘汰賽階段 其二兩次分組賽出局,一次無緣參賽 有趣的是川崎前鋒上屆亞冠聯16強正被衛山現代淘汰出局 當時在常規時間內雙方緩和0比0,球隊最終輸在12碼 近方方面,川崎前鋒狀態較為飄忽,他們近三將聖和附閣一場 期間每場都只能攻入一球,反而失球數卻高達五個之多 視野面對近方不足的衛山現代,川崎前鋒只要能力保主場不失已經算是可以接受的結果 衛山現代是南韓的老牌競女,可惜卻連續多年無法在國內頂級聯賽奪標 之前三季更加全部屈居第二,無法更進一步 有見及此,衛山現代今季先後引進了安元尚和天野尚兩位攻擊手 而且效果立竿見影,兩人在聯賽至今已經有四球軍有四球的進決象 一舉帶領球隊以七勝二和的不敗戰績暫列榜首 另外衛山現代都是上屆亞冠聯四強之一 他們只是在準決賽互射十二馬階段不幸落敗 從而未能實現亞冠聯兩連貫的目標 近況方面,衛山現代近六將各項賽事取得五勝一和的佳職 明顯近勝川崎前鋒一籌 唯一不利的是衛山現代之前三次亞冠聯作客挑戰川崎前鋒都無法取勝 戰績為兩和一負 衛山現代金行當然會打升十二分精神 好球不等人,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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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